科学家认为钱可以买到幸福 买不到幸福是因为钱没花对地方 上周我们介绍了三条幸福购买定律 这周我们要继续研究购买幸福之道 首先请考虑少买点保险 为了万无一失或者安心 我们会在购物的时候选择价格昂贵的天猫或专门店 而不是买水货或二手货 买iPhone X的时候加上价格不菲的延长保修期 我们真的需要支付这些额外的开销吗 科学家告诉我们 人的心理抵抗力远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因此消费者容易过度夸大负面事件 给我们带来的不良影响 为此购买没有必要的保险 当受访者被问到 如果自己差一分钟错过了火车 会多懊恼时 预估的负面感受 比实际错过火车的人 体会到的负面感受要严重很多 这是因为我们预估是假设 是自己的失误导致了迟到 而当事件发生后 大脑会让我们巧妙的责怪家人 同事 输出车 安检 等等第三者 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 所以要记住 我们的心理抵抗力 其实也是一种免费的保险来的 其次 不要使用信用卡 会欠一屁股债 这种显而易见的话 我们就不用说了 信用卡让我们先享受后付钱 先付钱后享受 才是真正能让幸福感最大化的消费方式 即刻享受消除了古代人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期待 消费前的期待 其实比实际消费能带来的幸福感更强 有效期也更长 对忍者来说 期待在星空下露营 远比在露营现实中挨动 没有厕所 要快乐很多 如果所有的旅行 都是说走就走 乐趣会打五折 还有 在期待的过程中 也许你会变得更加清醒 我就不止一次在冰激凌店排队 排着排着 就决定还是不吃为好 心满意足地走了 第三 小心货比三家的陷阱 货比三家肯定有它的好处 除了买好货之外 也是一种延迟消费的方法 就像有些人喜欢逛街慢慢选 慢慢试 免费 获得购物乐趣 但是心理学家发现 对比类似产品的时候 我们容易注意到不同产品的区别 夸大这些区别 在使用时发挥的作用 反而让我们忽略 真正会影响我们幸福感的地方 比如在买房的时候 我们容易忽略 它是一个遮风避雨 和家人生活的场所 而去注意中介向我们强调的 诸如客厅有多大 离食中心有多近 等等没有那么重要的因素 或许你因此 按揭了一个超出你能力范围的单位 降低了未来20年的生活幸福感 最后 别忘了羊群效应 是你的朋友 经常看电影的人会知道 网友评分 往往比影评人评分 能更好预测你的观影体验 其实这不是影评人的问题 就连你自己的预判 也不如羊群效应来得准 有研究者调查过 参加速配活动的男女 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自己 看对方的简历和照片 而不是依靠 之前和此人有约会经验的人打分 来判断要不要和某人约会 但是约会结束后统计发现 大多数人都同意 羊群的智慧比自己看照片和简历 要准确很多 这就是忍者ATM全部的幸福购买指南 每一条都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 对于消费行为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成果 希望对喜欢花钱的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还没有观看这个指南的上集 请立刻关注我们的账号 忍者ATM在微博 微信 今日头条和YouTube上 每周发布一条逆向思维的投资理财短视频